卡嗎 這邊的話第一個加速帶沒有及時碰到 但是至少還是追到了 那就拚最後兩個彎 這個誰跳更高 MOVE REST開更快 我這個衝上 是更穩定一些 但是MOVE REST這邊要做極限 如果他手感好的話 那是真的沒話說 是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也是像豹哥提到的 是這一次亞洲盃專屬的 新賽道 那兩邊選擇是用同樣的車 這張圖應該是決戰海冰之眼的樣子 海冰之眼 對 海冰之眼 對 也是我們這一周才新出現的一輛賽道 所以我看了這張地圖看了很多次啊 覺得 這地圖根本不止三星 有夠難的 看一下兩邊的一開始的旗袍 MOVE REST搶到一個不錯的位置 這邊有畫一個小飄加連續的延續 不過這邊的TURN SAVE彈射沒出 反倒是MOVE REST的彈射出的蠻漂亮的 還有一個WCWW 小拖飄了一下 距離是被拉到2-3個車身位 對 TURN SAVE這邊一個關於出彎 然後再一個 關於出彎 不過MOVE REST暫時把距離拉開了喔 這邊一個燈跟飄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處理得很好 但是MOVE REST這裡稍微慢了一點點 給TURN SAVE一個追捷的機會 這車身是貼得非常非常的近 這裡也像豹哥知道 這張圖其實沒有想像中三星來得這麼簡單 是 這邊的話在通過幾個斷層去做一個氮氣延續 到這邊MOVE REST都還是有保有 車身位的差距 這邊一個外卡內 但是沒有卡掉 這邊在彈射 不過TURN SAVE仍然沒出 連續兩圈的彈射點都沒出 給到MOVE REST一個很好的領先機會 不過這個領先的幅度也不是特別巨大喔 對啊 MOVE REST要穩住喔 這邊發生一個小失誤 都很有可能被TURN SAVE給反超 這邊快速上有按到TURN SAVE路線更好 追跡到前面的MOVE REST 應該是少了一個小噴嗎 這邊的話直線速度是直接被TURN SAVE超越 對 這邊氣量是損失的 哇快到達這個終點了 那MOVE REST這個彎道有機會反超嗎 沒有辦法 哇最後還差生了更大的失誤 後面是 恭喜TURN SAVE在這一把 前面大概85 我們賽前講到MOVE REST的這張地圖 紀錄在這次的賽道 這次的亞洲盃中是落到一個15中的成績 那 這些選手他們平時在練習的時候 都可以跑到14甚至13的一個成績喔 所以他可能也是想要去嘗試看破這個紀錄 所以這張地圖 勢必會跑得比較極限 不過這裡是 刷TURN SAVE的一個車身的阻擋 又落後給TURN SAVE一個 不小的距離 喔 這邊 這裡發生一個趨大失誤 MOVE REST被 雖然有被擋到 但後續的調整修正的位置比較好 那這邊看到MOVE REST 欸 我怎麼還掉到水裡 可能應該是 車速不夠嗎 對 這邊的話應該是 前面的彈接節奏受到影響啦 然後後續想要做一些比較極限的操作 但這個跳的幅度太大了 其實就要切得太大了 對 那 這一把我其實對於MOVE REST來說 應該是可以順利難下 但可能比較可惜的是啦 前面的失誤也有點大 加上21 SAVE的失誤影響到他 可能離他破紀錄的這個夢想 可能要延續到下一局 他在自選王土再嘗試一遍 是 而且這個距離真的是非常遠啊 這一把他 應該會不會根本到不了啊 這樣有點知會 應該是能到啦 但可能只剩下兩三秒 對 這裡無論是最後一個彎 穩穩的跑完 最後是落在了16尾 1671 這邊5 4 果然是6到2到3秒 那這一把也是 毫無懸念 明星 跑完那個成績太快了 我感覺只有他自己破不了 一個08.9 看不到MOVE REST 看21 SAVE還是搶 在起跑的時候 還是拿到了一個不錯的領先喔 是 而且這個彈射也有出 在銜接一個WTWW 但反而是MOVE REST 畫面沒帶到的地方 MOVE REST副位了 直接被拉開一個很大的差距 是 這個副位之後 距離是很遠很遠啊 再加上這張地圖 是21 SAVE選的王圖 那勢必他對這張地圖的穩定性 是非常非常足夠的 這邊要壓一個停滯 才可以讓氮氣滿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再一個快速出外 WTWW 這距離 沒了亞 因為長城也是 長城算是單圈的比較短的賽道 所以 除被21 SAVE也發生一個很致命的失誤 不過 可能整看最後拳崖 最後拳崖沒有什麼失誤的話 MOVE REST應該沒有機會追上 這邊的話 也不極限了 採取一個進階 拳崖 拳崖 其實21 SAVE又是夠大啦 也不需要 就是穩穩的 他還是選擇切 那最後的勝機是落在了0981 那MOVE REST這邊可能是落在13 左右 他又按道理復位 那最後是落在1462 沒有 最後那個復位就是自己在玩而已 破 這個圖我就也昨天沒出現吧 雪山之巔 雪山之巔 原來這張圖應該是由MOVE REST選的 他現在是2比1落後 霍風打海神 很大膽 應該是有在新圖上面特別去做一個訓練 不好意思 更正一下 昨天是有出現過的 而且2位選手在打的時候都有出現 但是這個地圖的確是很少見 因為也是這座來新增的 而且這個地圖 我覺得算是比海冰之眼更難的一張地圖 因為他中間有一些 有一些比較需要氣的地方 你如果少了一點點氮氣 哪怕少了半管 那其實你後面的話 都會被距離拉開很多 是這裡我們可以看到MOVE REST在一開始 起跑的時候 搶到一個不錯的位置 但車身距離是沒有拉開的 可以看到後面21SIP也是貼得非常非常的急 這邊的話角度是沒有調好 就是先用彈機平開 再接一個出彎 直接形成一個CWW 雖然說這個CWW沒辦法達到最高速度 但是至少有救車救回來 有MOVE REST 要 有沒有彈射 彈射沒出 比較可惜 但這個距離 也是慢慢的被拉開 喔唷唷 這個轉向 哇為了救這個轉向 就是稍微調整一下車頭 但還是擋到了右邊的這個牆壁 是 這裡沒有氮氣了 這裡距離是直接被MOVE REST給拉開 完了被逮到了 對上地圖的熟練度沒有那麼的好 反而是MOVE REST這邊的話 我這個卡 卡空噴也是卡得很熟練喔 所以這裡小地圖上 是已經看不到 突然就在SIP的位置了 MOVE REST在最後這個Y 也是順利的通過 應該沒什麼太大的問題了 這個彈射雖然說角度有點不好 但是只剩最後一個飛躍點 看一下這個飛躍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 彈機平開進入終點 1分25秒26 他破 昨天他跑的這個成績好像是 是MOVE REST來到1分26 他這一把是 把自己這個成績 兩邊選擇同樣的賽車 因為 可能像豹哥提到的 就是21SIP 他在第四局的時候 把這台海神先拿出來頂了一下 所以 後續如果21SIP 有一個分數落後的情況下 是可以用 賽車的優勢去做一些選圖的 是 這邊的話 斷鳥起步 21SIP更快一個彈射 有出 但是MOVE REST的角度也很好 這邊兩個人卡在一起 這邊兩個人卡在一起 但是SET暫時上到第一名的位置 這波是卡贏了 再前進一個WCWW 距離慢慢的再拉開 但也沒有拉得很遠喔 不錯 這邊MOVE REST其實也在大概 3到4個車身位的差距而已 看到MOVE REST 31SIP在前面 這邊的話 距離仍然沒有被拉開太多 這邊要稍微壓一下車 形成一個WCWW 一個小側身 但 這個W感覺 有一點點晚 不過也還沒有關係 這邊有換一個彈射 距離是有些 被拉近的喔 被拉近一點點 看一下MOVE REST的後追 發揮得怎麼樣 看一下角度有點歪掉 離內彎有點遠 這個彈射一定要出 有出 但是PENEMO這裡 沒有什麼太大的失誤 所以這個距離 反而跟第一圈一樣 沒有什麼太拉近的現象 喔 但這邊 現在落到2到3個車身位喔 MOVE REST會追求 極限的跑法嗎 這邊的話 第一個加速帶沒有即時碰到 但是至少還是追到了 那就拚最後兩個彎 這個誰跳更高 MOVE REST開更快 喔 這個衝撞 撞到了嗎 撞到了 喔 哇 好精彩 最後MOVE REST 應該是MOVE REST跳得太高 所以被反超了之後 他是選擇用衝撞的方式 我播到今天 這是我第三天播 這個亞洲杯吧 我第一次看到衝撞成功 在剛剛最後一個彎道的位置 對 其實MOVE REST在延續完之後 他飛得更高 所以有一度是超越TURN SAVE 但那邊如果飛得太高的話 很容易 那個內彎會直接開掉 然後 那個快速出彎也會前接比較慢 然後就會給後面的人一個比較好的機會 那MOVE REST的確也是在那個彎有點開掉 但是他做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彌補的體動 就是他直接衝撞 而且他衝撞完 他不是只衝撞一次喔 他把對方的車尾壓到了牆上之後呢 同時在前接一個撞後點噴 雖然說這個點噴是有一點小小的失誤 但是也成功阻擋到TURN SAVE也想要 調整的路線 所以直接連續兩次的卡位 把TURN SAVE擠到後面去 這個卡位卡得非常好 對 那下張地圖又來到了反11 兩邊選手都是亞洲奔騰 對那兩邊的成績 其實我覺得目前每張賽道啦 看起來都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主要還是要看今天的狀態跟發揮怎麼樣 因為兩位選手後面的感覺 越來越有手熱起來的感覺了 是 兩個人都漸入佳境啦 從剛剛那張地圖都看得出來 一開始斷掉起伏 完之後Murex能上到第一名位置 不過這麼敢敲啊 這個地方那麼窄的地方都敢敲 直接一個內彎通過TURN SAVE 上到第一 這邊可以看到Murex是稍微落後了 將近半個彎道的距離 那剛也看到Murex後追能力其實是非常非常好的 這邊路線稍微的 呃 不好一點但也沒關係 距離是沒有被拉開的 這邊的話路線都還是有慢慢的在跟TURN SAVE拉近距離 不過TURN SAVE我們前面有看到他的紀錄 在這次亞洲奔騰賽場上 他跑了一個1.56秒的成績也是相當的不錯的 所以說TURN SAVE在這張地圖的把握程度也是非常好的 Murex這邊要追可能要是 在更在意這些細節一點才比較好追 要不然像上一張地圖其實也是花了一圈半才追到 這邊距離其實也有在稍微拉近一點的喔 是 這邊的話是壓了一下停滯去做一些調整 這個彈射 彈射有出嗎 有出 慢慢跟進到前面TURN SAVE的距離 比起第一圈來講又進了兩個車身位 現在的話差別大概在兩到三個車身位 這邊彈射有出嗎 有出 對距離是一直在拉近的喔 這會給前面TURN SAVE很大的壓力 一個鮑魚入彎 已經剩下一個車身位 是一個可對抗的距離 在這邊 發生了算是一個差狀的小失誤 那看一下TURN SAVE能不能再反超彈 已經勝不到 十分之一的賽道了 不過這邊的路彎角度太早了 想要彈射 但後面也有發現自己的路彎角度已經不對了 所以馬上 再調整了一下 那反而這邊的調整是更慘了 那最後整個彈器瓶開進入終點 對那 恭喜Murace又 在這個 第六把再次又 跟上一把換一層假日一樣 就是大概跑了1.5圈之後呢 開始激起直追 第一大決賽點的TURN SAVE選擇的是西湖 沒有想到賽點會來的這麼快 而且這樣地圖西湖 我印象中Murace也是算蠻會跑的 這邊的話也是先拿出永夜君主去擋一下 這分勢必要拿下 再不拿下的話其實第一盤 連車都不用藏了 而且目前TURN SAVE其實狀態也蠻好的 但主要還是Murace 把前面的一些失誤調整過後 後面連拿的三把 會給TURN SAVE很大的壓力 這邊的話 TURN SAVE利用永夜君主的特性集氣 不用卡氣特別舒服啊 Murace 暫時還是上到第二位置 一個暴力入彎 加了氮氣延續 兩個人的氣都有卡滿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一個小側身 哎呀 今天是發生了一個小失誤啊 是被Murace拉開一點距離 TURN SAVE這裡給滾速啊 是 這邊這個側身是為了要延續一下那個氮氣 但是這個側身的 側的時間太短了 所以先撞到左邊的牆壁 不過TURN SAVE這邊還是有個賽車優勢喔 在第二圈是有可能追上去的 不過千萬不能再發生任何的失誤 不然的話難追了 這個距離並沒有被Murace拉得太開 那看一下這個彈票點 這邊發揮 OK 這邊TURN SAVE的距離是沒有 沒有被Murace拉開的喔 看看 這邊不卡氣的話 其實後面的直到最後一個彎 是沒辦法做CWW的 那Murace可能在最後一個直到 還有一個小小的優勢喔 看一下這個平轉過來 Murace還在前面 不過這30一個反超 最後只能一個WCW 看一下還是有反超 哇 那最後是由TURN SAVE 哇 成功逆轉 我剛看到那個選手視訊畫面 Murace好像有點說 應該覺得很惋惜 有點可惜 堅持到了最後不到 就是最後一個直到 但還是像Bug說的 這邊是利用賽車上面的優勢嗎 最後成功反超 對 因為其實這個車的 怎麼講 那個效能上面 就是來得比Murace的賽車好 因為Murace是沒得長 但我覺得最後比較可惜是 TURN SAVE最後期程 最新海幻翼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不過從這個地圖成績來看 可能Murace他跑的次數比較少啦 所以就可能跑了 有可能因為 我這個是落後了3秒耶 非常非常的多 還是TURN SAVE在這方面 情收上做足了功課 知道這張Murace就特別特別的不會跑 不過也不會啦 因為這個地圖 其實只要打排位的人一定都會跑 因為這個地圖排位太常出現了 所以這個地圖偏簡單 不過還是要看一下兩邊選手的失誤狀況 你可以看到一開始Murace其實失誤有一點點多 雖然都是小小的插到牆壁而已 但是這個距離還是讓TURN SAVE拉開了兩個車身位左右 現在可以看到Murace又是在一個後追的位置 現在發揮什麼樣 彈射 彈射都有出 這個彈射穩定度還是很不錯的 這邊的彈射 這邊的延續也都有出 但這個筷子出完沒按到 把這距離給拉開囉 這個第一圈應該是可以 打下領先 這個動物要處理不好阿 這邊帶一個CW 顯著一個空噴 顯著一個空噴 顯著一個CW 這邊的話想要 想要一個彈翼嗎 但是這邊只有一個WCW的速度喔 這邊雖然說有連續的延續 但這個延續的速度 都是WCW的速度阿 這個距離已經被拉得非常非常大了 將近一個彈道的距離 只要TURN SAVE能夠穩住的話 就可以把戰局拖到第九把 這邊的話 彈射要出 有出 但是TURN SAVE這個地圖 的確是非常熟練阿 在這個載道也沒有什麼失誤 那最後應該會是一個2425 應該是一個25的成績阿 看一下 TURN SAVE 最後進界24 哇好狠 24衝 然後 WCW來到25的位 那這一把就 3140 算是成功守住對方的賽點 將這個戰局 一直拖到第九局 哇這個速度好快阿 我在那個星星加速帶的時候 想說應該有24 但我又不敢講的那麼篤定 想要保守一點講個25好了 結果最後給我跑一個24中 好猛喔 這個速度全部拉起來了 反倒是MoveRest 這邊的話 比分被拉到4比4 原本是別的一個領先幅度 又沒了 對 所以感覺MoveRest這一把就失誤比前面連贏的幾把相對多了一點阿 那TURN SAVE 跑出一個非常好的成績 代表說他 這一把是 基本上是發揮得非常非常出色 非常穩定 是 對 然後看一下最後的成績 MoveRest是來到12599 然後TURN SAVE是12459 快了足足1.4秒 非常非常多的這個距離 是 這一把的話TURN SAVE的確跑得非常快喔 果然就是有搶下這張地圖的關鍵1分 那也把戰局拉回了4比4平手 對 那這裡還是要回到剛剛討論到的問題 MoveRest這邊是領先一台 我覺得是永夜君主的 看可不可以去選擇一些適合的賽道 然後把第9盤給拿下來 是 不過第9盤的話 應該就會是打一個車輛的消耗 因為其實前面永夜君主對於21 SAVE來講已經沒有了 所以他可能只能拿雙線戰神來應戰 但選手們在也是很好跑的一輛賽車 沒錯 那這裡看到兩位 這個成績非常非常的接近 而且其實離這個 前面有在紀錄榜上的人 都不到一秒的時間看兩位的選手發揮怎麼樣 不過對於MoveRest來講 他是有一個賽車上的優勢喔 所以這邊有一個雙槍彈射在銜接 剪接一個開氣 影響卡 但沒有成功 SAVE這邊 車身距離非常非常的近 看有沒有機會 不過是內線是稍微開掉了 給到21 SAVE一個很好的超車機會 不過後續的話 都是MoveRest這輛賽車的特性發揮時間喔 沒錯 這輛過了 這輛過了 發生失誤了 先撞左邊再撞右邊 MoveRest直接把這個距離給拉開一點 是 21 SAVE這邊自己的一個比較嚴重的失誤 撞到右邊的牆壁上 也給到MoveRest一個很好的領先空間 因為21 SAVE這輛賽車 這算是說他在特性上是可以不用卡太多的氣的 但是主要這樣地圖還是空間陸陸陸坑的地圖的使用區多 所以對於MoveRest來講 他這輛賽車的優勢還是更大的 對 當然還是要看MoveRest可不可以穩住 不要發生別的失誤 這樣這個距離就很難被突然被視頻給拉近 這邊的後追其實距離是沒有拉近的 MoveRest這邊 再一個側身 不要有太大的失誤 都可以拿下這一把 雙殺彈射有出 但這個領先幅度 只要MoveRest這邊有踩到的話 還是踩兩個 連續延續沒有問題 最後平轉 僅終點1分 31秒出的成績 31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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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那最後由MoveRest 順利的拿下了第一大